我靠 今天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多豪车好像正迎接某个大人物的到来 是有什么大牌明星要来咱们江南了吗 大牌明星算个球 有资格让江南一半以上的富豪公子全部聚集于此吗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绝密消息 一代神好十三赏 今天要从魔都返回江南了 江南顶级大少圈子得知这个消息 几乎全都跑过来迎接 这牌面 这号召力恐怖如斯啊 卧槽 这场面也太震撼了 十三少真的是太牛逼了 是十三少 十三少出来了 不对啊 这个人好像不是十三少 就身高体型有点像而已 气质外貌完全不服啊 十三少怎么还不出来 我等的花都谢了 继续等着吧 今天没什么事情比迎接大佬回来更重要了 感谢您的观看 有点大余的 非常有点大余的 有点大余的 有点大余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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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玉琪 你不要想太多 刚刚若宇打电话过来 他也到机场来接我了 我也答应了他 所以才有点纠结 你别往心里去 这么说 老公你选择上了我的车 而没有上肖若宇的车 是的 我一直觉得若宇在十三心里 更重要一些 没想到这次 十三丢下了肖若宇 上了我的车 爽 总算赢了肖若宇一回了 那么老公 你是喜欢我的 对吧 是的 我喜欢你 老公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老公是喜欢我的 我弟妈呀 你是和老公喊上你了吗 照这样发展下去 老子非得组个后宫出来不可 老公 今天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你看看喜不喜欢 这是 理查德米勒 这可不是一般的理查德米勒 这是全球限量款 全球只有十只 价值三千多万呢 之前预期挑选了一款 一千多万的百达菲利手表 可是后来 他觉得一千多万的手表 体现不了你的档次 又花了好长时间 专门寻找到了这一款 足够档次的顶级手表 这也太奢侈了吧 还好了 三千万对别人来说很贵重 可是对你 我还是觉得不够好 以前从来只有我送女生礼物 从来没想到会有女生送我礼物 可是最近一切都不一样了 朱七七送我房 若宇送我千万号车 现在预期又送我三千多万的手表 感觉傻东西都不用自己买 爽 爽到飞气 这种不花钱 就能得到一切的感觉 真是爽爆了 老铁们 点赞评论起来了 点赞评论后 会有付货给你送房送车送表